在接獲教育處通知後 統領國小是立即召開了說明會 邀請議員、學生、家長與社區居民 來共同討論對策 會中大家立場一致 全都反對並笑 其中統領原本就位處於山上 未來孩子要送到山下上課 對家長來說都有很大的不便性 這場說明會議員曾遭遇也說要一起討論 他對統領國小辦選能力是非常肯定 主要學校因為早與社區結合 已成為社區最重要的角色 若併校之後 這對社區將是一大打擊 我們統領國小真的是有非常特色的 社區的一個企圖心 尤其我們統領國小所有的社區 跟我們整個學校的校園 任何的一個活動 都是相互的搭配在一起 譬如他們有信力鄉的數位機會中心 在這邊做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媒介 尤其每當社區活動的時候 每一個小朋友都能盡起他們的所能 像森巴谷 還有很多的他的銀絲 他的讀金都非常的道地 議員曾遭遇建議全責單位 在裁兵校的規劃中 應該可以將具有特色及辦學卓越的學校 提出在名單之外 而且要尊重地方的意見 所以我覺得說要兵校 當然要看當地的一個特色 尤其他的一個社區的一個企圖心 然後還有當地能不能配合 長期來支持學校做一個特色 這一點我相信 統領國小都是做得非常的道地 面對可能會被裁兵校 在地居民也互相鼓勵 希望盡一切的力量要全力爭取 讓統領國小可以能夠繼續保留下來 明明希望歡迎歡迎新的採訪報道